朗尼克或许是后福格森时代遭遇质疑最快 而且最猛烈的主帅了 自从首秀对阵水晶宫开始 仅仅五轮联赛过后 朗尼克就开始遭遇质疑了 一方面 场面实在太没有说服力了 另一方面 之前的期待值太高了 当这个矛盾无法和谐 质疑是必然的 之前媒体都是用一个笼统的说法来表达这种不满 更衣是11个人想走 之后又增加到17个 但是如果这里面出现C罗呢 影响自然就不同了 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C罗正在考虑自己的未来 他明确不会支持任命朗尼克为正式主帅的决定 如果曼联选择的主帅不适合他 他将在赛季结束之后考虑离开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该媒体 C罗认为朗尼克离开主帅之位更好 作为一个天生的赢家 他想赢得更多的奖杯 另外 曼联目前正在考察三位潜在的主帅人选 分别是波切蒂诺 腾哈格以及罗杰斯 我们不清楚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消息人士 反正媒体总是喜欢在报道一些吸引眼球的新闻时搬出这位消息人士 但是以朗尼克当前的指教表现来看 C罗对他不满是肯定的 事实上 C罗的不满早已写在脸上了 过去五轮联赛 C罗踢得非常难受 举手抱怨的频率越来越密 他在禁区内很难得到机会 不得不后撤拿球 但又没有拿住球转身 或策动进攻 或者自己突破创造机会射门的能力 充其量只是回坐一下 从危险区传到安全区 战术效果可以说是负的 而朗尼克是最不喜欢这种无意义回传的 他不可能没有想法 C罗回到曼联表面上是碍于勤奋 但内心对冠军 对金球的渴望是一如既往的 当这种渴望看不到希望 他选择离开其实很正常 毕竟他已经这个年纪了 没有可能继续待在曼联号下去 但反过来说 C罗离开对曼联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本来就一次在错误时间的再聚首 从引进C罗时的仓储 以及全体总动员可以看出 曼联在去年下窗 压根就没有这个计划 结果为了防止自家传奇身披蓝衣 功勋名秀球员全体出动游说 促成了这一次黄昏恋 有意义吗 说好的年轻球员的榜样在哪里 一次次摊手抱怨 搞得现在的年轻红魔们都有点自我怀疑了 说实话 以目前的执教表现 朗尼克赛季结束之后 继续坐在主帅之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不管是波切蒂诺腾哈格还是罗杰斯 他们恐怕还是不敢动C罗 毕竟资历摆在那里 因此 C罗离开是对双方多好的选择 重建从来都是年轻人的事情 因为这需要时间 需要活力 需要绝对服从 而C罗想走想要的不可能短时间内从曼联得到答案 因此 如果名下其他更有竞争力的豪门抛出橄榄枝 就好聚好散吧 爱其实是相互成全 不是相互羁绊 这一段短暂的不愉快 肯定不会影响C罗在曼联球迷心目中的地位